第25单元 商朝讨伐夏节 灭了夏朝后建立起新的朝代 国号为商 商朝传了六百多年 到了昼王的时候 由于昼王荒淫无道 周五王举兵伐昼 建立了周朝 周朝传了八百多年 是中国历史上 年代最长久的朝代 下面就是这段历史故事的记载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周公诞是周五王的弟弟 性情纯厚仁爱 周五王继位后 周公便辅佐五王 讨伐暴君商周 执掌正事 在周五王举兵消灭殷商的第二年 天下上雷安定 五王却不幸生病了 哎 这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计告先祖 可这不足以感动我们的先王啊 于是周公做策文 设计谈 计告于神 表示愿以身替死 然后将策文藏入金会中 叮咛保管的人保密 第二天 五王就康复了 而后五王驾崩 由于成王年幼 周公便暂时掌管国事 不久 却听到有人散布 周公将要对成王不利的谣言 哎 五王太早离开我们了 成王又如此年幼 我之所以不加回避而代理国政 就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氏啊 为了完成周朝大业 我不得不这样做呀 于是周公不顾流言 继续尽心尽力地辅佐成王 并让儿子伯秦代替自己 前往鲁地授风 伯秦临行前 周公告诫他说 伯秦啊 我身怕怠慢而失去天下英才 曾经在洗头时 多次握着尚未疏离的头发 吃饭时也数次吐出口中食物 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人 你到鲁国去 千万不能因为身为一国之主 而傲慢待人哪 是的 爹 我一定会记住您的教导 当初成王年幼时曾患重病 周公写助导册文藏入蒙府 并剪下指甲置于黄河 以祝告河神说 成王年幼尚未懂事 冒犯神命的是我鸡蛋 如果要惩罚的话 就惩罚我吧 不久 成王病情好转了 周公在代理治国时 制定了周朝的典章制度 也奠定了周王朝强盛的基础 到成王成年的时候 周公把政权交还给成王 但 哎 成王听了别人的谗言 对我很不谅解 我还是到楚地去吧 有一天 成王打开蒙府 看到周公筑导的册文恍然大悟 感动得哭泣起来 马上请周公返回京城 周公回京城后 唯恐成王年轻气盛 娇奢淫义 一试撰写 无意 多事和立正等文 告诫成王 要遵循祭奠 顺从天道 施行德正 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